美国政府这次下手真狠,就在4月15日,AI芯片巨头英伟达突然宣布,他们面向中国市场的阉割板芯片H20被美国政府无限期禁售,这个噩耗如同晴天霹雳,直接震翻了整个中国AI产业。 更让中国科技巨头们甘疼的是,这款H20可不是普通产品,它是英伟达专门为中国市场开发的唯一合规产品,如今这条生命线被美国一刀切断,直接让中国的AI梦想陷入了窒息状态。 来看看,这个禁令究竟有多致命? 根据英伟达自己的财报显示,仅在今年第一季度,他们就要因此减计约55亿美元的费用。 而彭博社的分析更是触目惊心,英伟达今年可能损失高达140亿至180亿美元的收入。 这些数字背后,是无数中国科技公司的AI梦想可能就此破灭。 要理解,这次打击有多严重,我们得先看看H20这款芯片,在中国AI产业中扮演了什么角色。 虽然H20是英伟达基于上一代Hopper架构开发的降规版产品,性能只有顶级H100芯片的不到15%,但它依然是目前中国市场上最强大的AI训练芯片,远超国产芯片的性能。 中国各大科技巨头早已在这些芯片上砸下重金。 据业内人士透露,近阿里云、腾讯云、百度和字节跳动四家公司,就已经为H20芯片下了总额超过1000亿人民币的订单。 如今这些投资可能全部打了水漂,他们辛辛苦苦构建的AI训练集群,现在面临的是无心可用的窘境。 更要命的是,中国科技公司们此前已经在H20芯片上投入了大量资源进行软件开发和优化。 据行业分析师估计,极软件适配成本就高达数百亿元。 这些投入现在也都成了沉默成本。 正如一位中国AI创业者无奈表示,我们跟英伟达生态绑定太深,现在突然断工,就像是拔掉了呼吸机的氧气管。 有趣的是,就在禁令出台前几天,英伟达、CEO黄仁勋还花了100万美元买门票,专程前往海湖庄园与特朗普共计晚餐。 当时有消息称,特朗普放弃了对H20实施限制的计划。 可谁能想到,这场晚宴过后不到一周,形势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弯。 根据英伟达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,美国政府在4月9日首次通知他们H20芯片对华出口需要许可证,然后在4月14日再次通知称,这一要求将无限期有效。 也就是说,美国政府实际上已经完全封死了英伟达向中国出口任何高性能AI芯片的可能性。 英伟达此前已经尝试过多种方式来维持中国市场。 他们不仅推出了H20这种阉割版芯片,还将部分业务移除中国。 但美国政府这次下手实在太狠,直接一刀切断了所有可能的退路。 让我们看看更多触目惊心的数据。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报告,截至2025年第一季度,中国大模型训练市场中有超过80%的算力来自英伟达芯片。 而在这其中,H20芯片已经占据了60%以上的份额。 这意味着,一旦H20芯片无法供应,中国整个AI训练市场将面临崩溃。 更惨的是,据行业内部人士透露,目前国内至少有50家大模型初创公司严重依赖H20芯片进行模型训练。 如果无法继续获得这些芯片,估计有70%的公司将在半年内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。 我们算一笔账,按照每家公司平均融资5亿元计算,这意味着至少175亿元的风险投资可能付诸东流。 还记得今年初风投正经的深度求索Deep Sigma。 这家中国AI初创公司因为低成本、高效能的AI模型而一一占成名,但这些成就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量的H20芯片。 据业内人士透露,深度求索已经订购了价值数亿美元的H20芯片,现在这些订单都变成了一纸空文。 另外,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,2024年,中国AI产业规模已达到5000亿元,年增长率超过30%,但现在这个快速增长的产业突然被卡住了咽喉。 分析师预计,仅因为H20芯片无法供应,中国AI产业2024年的增长率可能会下降到个位数,至少损失1500亿元的市场规模。 面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危机,中国科技巨头们坐不住了。 据知情人士透露,阿里云已经紧急启动了备胎计划,试图用自研的寒光芯片替代部分应伟大产品。 但问题是,寒光芯片的性能只有H20的约30%,而且软件生态相差甚远。 腾讯则在紧急寻找AMD等其他美国芯片厂商的替代产品。 然而,凭借这些替代品能获得多大成功还是个贵之数。 毕竟在AI芯片市场,英伟达的统治地位无人能撼动。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IDC的最新报告,英伟达在全球AI芯片市场的份额高达89%,几乎垄断了整个行业。 字节跳动的应对更为激进。 据彭博社报道,字节跳动已经在新加坡建立了自己的AI训练中心,试图规避美国的出口管制。 但这种曲线救国的方式成本高昂,据估计仅基础设施投资就超过10亿美元,而且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。 百度则尝试了另一条路,加大对国产芯片的支持。 据悉,百度已与必认科技签订了价值数十亿元的采购合同。 但必认的BR100芯片性能只有H20的约40%,而且量产能力有限,很难在短期内填补H20留下的巨大空缺。 H20芯片背景的影响远不止于AI产业本身。 根据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的分析,与AI产业相关的上下游产业链规模已超过2万亿元,直接提供超过200万个就业岗位。 如今,这个庞大的产业链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,让我们拿物流行业举例。 据统计,截2023年,中国与AI硬件相关的物流规模就达到了500亿元。 现在,随着芯片供应链的断裂,这部分业务量可能会锐减50%以上。 数据中心行业的情况更加糟糕。 根据中国数据中心产业联盟的数据,2024年中国新建AI数据中心投资超过3000亿元,其中有60%以上是基于英伟达芯片设计的。 现在好了,这些投资中有相当一部分可能会因为无薪可用而搁置。 业内人士预计,至少1000亿元的数据中心投资将面临流产风险。 更令人担忧的是,随着AI产业的停滞,中国在全球AI竞争中的地位可能会急剧下滑。 根据斯坦福大学发布的2024年AI指数报告,中国在AI论文数量方面已经超过美国,但在AI基础设施和高端芯片方面严重依赖美国。 如今这个软肯被美国政府狠狠击中,中国AI产业恐怕要至少倒退3至5年。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,最大的赢家无疑是美国AI产业。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Gartner的预测,全球AI芯片市场规模将从2023年的530亿美元增长到2025年的1200亿美元。 而美国通过禁售H20芯片,不仅阻碍了中国AI发展,还有可能将这部分市场份额重新分配给美国公司。 最大的赢家则是中国AI产业链上的所有参与者。 据保守估计,仅H20芯片禁售一下,就可能导致中国AI产业链损失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。 这还不包括长期的技术落后和人才流失带来的隐性损失。 就在几天前,英伟达还在大肆宣传其最新的Blackwell架构芯片。 现在想想,这种顶级AI芯片中国恐怕是永远也用不上了。 正如一位中国AI研究者苦笑着说,我们刚刚还在讨论怎么用H20训练大模型, 现在却要考虑如何在没有H20的情况下生存。 面对这场空前危机,中国AI产业似乎只有两条路可走, 要么加速国产芯片替代,要么彻底改变AI发展路径。 国产芯片替代听起来很美,但现实有多残酷。 根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的数据,目前中国最先进的AI芯片与英伟达H20的差距至少还有2-3代。 即使投入再多资金,这个差距短期内也难以弥补。 毕竟,芯片研发不仅需要巨额投资,还需要长期积累的技术经验和人才储备。 中国AI产业正面临着建国以来最严峻的外部挑战。 大量AI初创公司可能会倒闭,数万科技人才可能会失业,数千亿投资可能会打水漂。